请教一下瑞德哥 因为很多人说 其实礼拜六礼拜天那一天 下午也下大雨 那很多人很感动 因为天气实在蛮热的 那雨又下很大 那很多人是穿着雨衣在那边听宣讲 好 包括了民进党在台南这个宣讲 直接大爆场 两三千人来到现场 痛骂来说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那陈柏惟也在新北这场宣讲 人也是非常多说 国民党修法就是在割人民的肉 就你的观察 哪部分觉得蛮感动 对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民进党为什么要下乡宣讲 因为很简单 因为在国会里面 结果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一次打破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最丑肉的一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直接用所谓的多数暴力 通过了这个所谓国会黑箱扩权法案 那所以民进党要必须要让 所有全国的这个参观的支持者 或者是老百姓 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根据民调显示 还有58%左右的老百姓 不太搞得清楚 大概那个法条影响有多大 但是这个民调 这个前面有个民调说 支持国会改革 那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支持国会改革 对不对 我也支持国会改革 就好像我支持我太太 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增加一样 对不对 那增加多少 对不对 问题是内容 问题不在于增加 增加一块钱 跟增加一万块 五年后才可以领 或者是强势碾压你 没有错 所以事实上最重要是内容 所以一定要让台湾的老百姓知道 所以像吴佩毅他们那一场 在台北那一天下大雨 下大雨了以后的 吴佩毅看到台下这么多穿雨衣的群众 他也跟大家先道歉 为了让大家知道 而必须让大家淋雨 但是民主就必须要付出相关的代价 为什么呢 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淋雨 但是要让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下一次2026跟2028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你们这样反民主的结果 以前台湾经过几十年 那么刘雪柳 汉帕陀鲁 撒勒雪 换得的言论自由 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我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不高兴讲谁都不能让我讲 但是国民党的傅坤 川崎跟民众党的这个黄国双手通过了 假国会改革法案 他让你连不讲话的自由都没有 所以可恶至极就对了 你要让老百姓知道啊 那夏大雨来淋雨 不算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这个 比如说3Q都讲了嘛 他就以 因为3Q演讲通常都用减肥来做 因为跟他体重有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减肥 他以国会改革这个名义为主嘛 国会改革本身没有错 而是内容嘛 就像减肥一样 减肥有很多种方法 跑步运动少吃或是干嘛 这也是减肥 但是割肉也是减肥 那么现在呢 进行一个 国民党党进行一个割肉行动 来割老百姓的肉 割人民 台湾人民的肉嘛 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感动人 那包括在台中这一场 卓冠田也有去嘛 对不对 那台中这一场也是一样 大家 我觉得蛮热烈的 台中这一场有两三千个人 那包括 这个花莲这一场 那也 花莲这一场来的人真的是不少 你知道吗 那是傅坤奇的大本营啊 所以不要以为花莲就永远都是国民党的 没关系啦 也包括这个新北的土城啊 然后到处遍地开花 李宇翔自己在领口 就地拆市场就讲起来了 那我告诉各位就是 有人啊 有这个国民党的这种蓝营的侧意啊 故意去讲说 你看你看你看 年轻人在哪里 都是年纪大的 都老人家 都是这些熟面孔 我告诉各位 你错了 为什么呢 民进党所下枪宣讲的这些场次呢 最主要这些来参加的人都是总指教官 什么意思呢 总指教官就是 你听看过F16V没有 F16V的飞机 要台湾买了66架全新的 旧的飞机要改啊 那就把总指教官送到美国去受训 受训的总指教官回来了以后 就从总指教官 所以呢就可以交更多的飞行员嘛 他们全部都是总指教官 一个人来这边听了以后 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回去就宣讲给朋友 给亲朋 这样子不断的这样扩散出去啊 那至于年轻人 他们的笑说没有年轻人 我们19 20 21号 立法院外面见 外面看 包括国民党的这些 嚣张跋扈到台南去的 台北齐这些立法委员 唱唱功 你看民进党都是动员这些年 都是动员这些老外孔 都是动员这些老的就对了啦 都没有年轻人 那表示他们在立法院的这几场 他们都没有清零现场 他们想当难而的认为 这些年轻人都是这个 等于说民进党去吹出来 我告诉你 民进党办的这些宣讲厂子的 总指教官都是他们的支持者 然后在立法院外面的 都不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 不是你国民党的少数支持者 就是多数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那你想想看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不用多久 我跟你说一遍 你2022年跟2024年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红利 就会全部都不见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国民党 跟国民党跟民众党 出来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好 所以是我眼睛夜障重吗 我看到蛮多年轻人的 不是还有一个这个国小小朋友 带了尖叫机上台吗 好 我们请教一下冠廷 因为其实国民党这边有办 办在礼拜六的一场 在台南这一场 注意伦本来说要领衔领军出发 结果后来发现也没有去 蓝鸟变成放鸟吗 现在又说6月23号要去了 说高雄这一场要来跟柯智恩合体 我就觉得怪怪 怎么一下子要去 一下子不去呢 好 重点来了 因为冠廷你自己有去两场 新北跟台中 你观察情况怎么样 那因为国民党在台南这边宣讲 他就说了 批绿营黑金啊 说要抓起来炖汤啦 这感觉起来 怎么还是针对这个光电啊 一直来蒙公呢 对 国民党他们好像还没有翻页 没有翻页 现在在国会改革吗 国会改革最重要的主诉求 是把官商勾结 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炖汤 有点残忍 有点奇怪 是谢龙介讲的 我先讲 其实这几天从614 民进党全台宣讲的第一场 在花莲开始之后 可以说是全台遍地开花 六一是在花莲 说真的花莲啊 大家会认为说 那过去是完全无法撼动的一个地方嘛 傅昆奇啊 徐真卫他们 结果现场 大家觉得非常热情 人比想象中多 白天的时候人还好 一到了晚上 哇 现场破千人 那真的是大家看了说 哇 你花莲耶 结果隔天 6月15号的时候呢 首先我先谈 台南是完全两场 大家在拼场啦 第一场呢 当然就是现在民进党嘛 我们在民进党的这一场 现场破2000人 所有立委都出席 对 然后所有在台南在地的立委出席啊 然后呢 那个阿苗啊 说真的现场高人气啊 杀到台南去啊 主持人直接讲说 怎么好像阿苗见面会 那个一上场的时候 大家那一个尖叫声啊 为什么 因为阿苗就讲得很清楚啊 国会扩权法案 诶 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嘛 前科犯变成法官 前科犯因为当个立委变成检察官 大家同不同意嘛 现场大家觉得当然不同意啊 好 然后包含接下去国安无法 要有延长战线的准备 台南上人比想象中多 也非常非常热情 民主胜地嘛 那同一天 国民党呢 在台南 诶 他们现场有谁 有柯志恩啊 有谢龙介啊 等等 有徐晓鑫 那现场讲了什么 还是在台南光店官商勾结吧 谢龙介直接讲说 把官商勾结抓起来炖汤 然后呢 徐晓鑫在现场是哽咽 哽咽讲说 我不怕罢免 不好意思 蛮多人蛮怕的 你有问过叶远之的意见吗 如果真的不怕的话 就不用去那边讲了 我不怕罢免 然后就哽咽了 是 然后呢 然 五十四席 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你讲一个都不能少 就怎么前后矛盾 一下子讲 不怕罢免 一方面又讲 不要让我少啦 不要让我少 然后现场大概估计是五百个蓝粉 但我特别要强调 其实这一场是非常的 我认为双标 一方面呢 他们我们 因为其实现场也有那种 支持青鸟行动的 而认为这个蓝鸟行动 蓝鸣行动 或蓝鸠行动 或蓝色禽类行动 人家现在证明叫蓝鸣行动 蓝鸣 不好意思更正 蓝鸣行动 到现场 大家表达诉求嘛 结果被现场的群众 蓝鸣的支持者 就包围 呛瞎 直接说 你是不是故意来这里 想红 把人家赶走 被赶到人心道歉 但是同时间 其实现场也出现 两岸和平协议公投联署 说真的 这个就是投降的联署 被大家问说 你什么国民党搞这种活动 他们现在就讲说 没有 这个是他们自发的 他们自发的 人家自发的 现场那个 青鸟行动的人 来现场表达诉求 那也是自发的 他们是自发的 对 你们有取捨嘛 两岸和平协议可以 青鸟行动支持者来 表达不同意见 不行 所以615这场台南 有明显的双标 因为我回来新北 615在新北这一场 本来我们在土城 我们的选区 现场去的时候 主委 苏巧慧 然后秘书长李又昌都到 现场一开始本来估计 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椅子只有放200多张 后来放500多张 后来现场全部爆满 现场破千人 我先讲一个 我观察到的状况 现场的年轻租群 远远超过 我们过去传统的场子 我认为现场大概三四成是年轻人 就是三四十岁的 非常多都是看到社群平台 然后现场来表达自己的担忧 然后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青鸟行动 或者是现在的反滥权这个活动 跟罢免其实无关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大家有因为 对于这些国民党的立委的愤怒 现场其实要求要罢免的声音蛮大的 我在进去土城场的时候 被民众拦下来 住新店的民众 问说 如果我要罢免叶元支 可不可以移户口去板桥 不 我就跟他讲 叶元支头位值那么高是不是 对 我跟他讲不要 我太多数 我觉得说不要 那明年二月一号的事情 因为全户口不好 那可能这样子会有法律问题 然后我说你真的要 你就打电话给盘桥的朋友 可是我要讲这故事讲什么 就是说 其实那天是反滥权互民主的活动 可是现场居然民众直接表达说 应该要把国民党的立委给罢免掉了 这是我在新北看到了 台中厂我也讲一下 到台中厂的时候 现场是在大理 本来估计现场是200人 200人 结果现场超过500人 就是本来200人 就是现场多两倍多 然后我要特别讲 年轻族群为什么会变多 年轻族群在现场 直接他们都表达 他们这次很多是看翠的宣传而来的 所以应该说经过了这几次的选举 或这一次的轻鸟行动战役之后 翠这个平台 变成是很多年轻族群知道资讯 跟知道去参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对象 那昨天呢 另外桃园啊 很特别 阿川要特别讲他一下 王毅川啊 有去桃园厂啊 对不对 然后王毅川在现场 他特别讲到 黄国昌你这个时候才说到变论会不会太晚了 你才说到电视变论会不会太晚了 我王毅川要他变论他都不敢啊 躲起来啊 结果现场的民众直接就喊 孙啦 孙啦 就跑出来了 然后呢 还问大家说全台最不敢变论人是谁 现场喊黄国昌 我最后讲一点 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罢免 我在台中场 演讲到一半的时候 现场就有民众喊 罢免掉他们了 我说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机会 2月1号前如果他们表现好 甚至支持服役 就不要罢免他们 现场大家高喊 不可以 不可以 还很重要 你们拆走关廷的台 为什么 因为愤怒已经燃烧起来了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